上面有什麼什麼股東姓名有股數這些有沒有 實際上他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可以快速幫我們把範圍定好 那怎麼做特別注意 這邊有個建立從選舉範圍建立的一個功能 那我們怎麼做首先請你在那個名稱塊裡面點一下 那比如說呢這邊有一些我先把不要的刪掉了 假設我通通把它刪掉重新再來過 這邊通通把它刪除 刪除之後的話 那裡面是空的對不對 那假如說以後你們要定義這個範圍的時候 他現在已經找不到範圍了 因為我這個名稱怎麼樣不見了他就找不到 那我要怎麼定義其實特別注意 這個時候定義一定要把它的藍位名稱一起選取 那把這個地方Ctrl 順位向右向下 向右向下 然後如果說因為這麼多藍 如果你要大量的每一個藍位你都要定義成一個名稱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從 有沒有先選取 第二是從 選取範圍建立 從選取範圍建立 他會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的名稱要按用什麼來當的名稱 那這邊不是用猜的也可以猜出來嗎 他的名稱在哪裡 在底端列對不對 在最上面的那個地方 所以我剛剛選取的一定要選到藍位名稱 最左 最左藍不一樣 所以 頂端列打勾就好 按一個確定 確定完之後 這個地方呢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名稱給定義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名稱管理員點一下 那你會發現有沒有 告訴你要 你看